其實我做Cerial 特別是做有關 Electronic Resources 還有這個Database這一項 我其實不是編幕員 但是我很久以前是編幕員 那我的經驗就是說 我如果沒有那些編幕的經驗 我很難做到我今天在做這個Cerial的東西 因為我黃族人肯定也知道 就是做Cerial是比較複雜 並單純的編幕還要複雜 是不是這樣子 比較多變 比較多變 沒錯沒錯 對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是謝謝你們的 謝謝 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說其實 剛剛你所講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就是身為一個這個編幕官員 我覺得是滿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那個是站在第一線 那編好的話 事實上讀者的話就是 非常容易的能夠取得這方面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所以可以說是非常具有關鍵性 那當然在做這些這個編幕的工作的話 也必須要有一些依據 那我剛看你在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好像有一些Testing Library是不是 有做Testing 是他們Volunteer做Testing嗎 那他們為什麼會想說 人家都還是沒有開始用的時候 他們就願意做白老鼠 能不能跟我們解釋一下 對 因為在美國這個 所謂這些Testing Library 大部分是Academic Library 也就像我們府仁大學 台大這些圖書館 學術圖書館 那我們像我們本身的這個職位 我們是屬於有教授職位的 就是這種RANK 那你要達到做教授職位的RANK 有些學校要求圖書館員 你要寫Research Paper 那還有你要做很多的Presentation 像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促使很多的圖書館 他們需要不斷地更新自己的知識 他們就是要去找材料 就像剛才那位老師講的 自己去找材料來做來寫來報告